马英九于1月23日晚率团出访非洲圣东美普林西比 布吉纳法索以及中美洲恒都拉斯等国 并于27日抵达洛杉矶受到400多侨胞热烈欢迎 马英九于当晚11点左右在台湾驻美代表金普聪 前台湾驻美代表袁建生 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 台北驻洛杉矶经文处处长令狐荣达等人陪同下 抵达环球影城希尔顿 并下车一遇前来欢迎的侨胞握手 马英九所到之处欢迎队伍热情高涨 民众们热情高呼总统好 最后马英九走到媒体面前 面对媒体向全美华人拜年 虽然可能是因为一路奔波太过劳累 把洛杉矶华人朋友们说成旧金山的华人朋友们 马英九立刻被媒体打断 立即纠正过来 他表示洛杉矶的侨胞们太热情了 真的让自己非常感动 也希望借此机会向所有洛杉矶侨胞拜个早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马年行大运 很多侨胞在晚间六点多就抵达环球影城希尔顿 站立在寒风中等待马英九一行人的到来 前来欢迎马英九的侨团包括 中华会馆 南加州中国大专专校联合校友会 加州台湾同乡联谊会 台湾大学校友会 北美华人会计师协会 中国国民党美西南支部 南加州北女校友会 南加州韩华联谊会 越简聊华人团体 中文学校联合会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集管协会 南加州分会 中华民国空军子弟学校旅美加州联谊会 中华旗队等数十社团 最近真的侨胞 祝福大家 一二三 对不起 我们将所有洛杉矶的侨胞 拜一个好年 祝福大家 愿意愉快 马年行大运 加油 美方的维安感觉怎么样 哇 很严密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